歡迎收看手機遊戲 相關派對 我是納斯 今天玩的是相關派對的排位賽 然後我們現在跳傘了 那目前撿了一把NCOA4喔 那這一集也是前陣子拍攝的 我現在是後製配音 用手機iPhone內建的錄影 那我沒有錄那個講話聲音 我單純錄遊戲聲音 因為這樣遊戲聲音會比較乾淨 然後也不會就是萬一開那個就是 就是可以錄講話聲音的話 它的那個講話聲音會很雜 然後那個遊戲聲音也會很雜 我不是很喜歡喔 所以我都用後製 如果我用iPhone錄影的話 啊有時候我是接電腦 就是用手機接電腦 用電腦去錄我手機的畫面 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畢竟可以用電腦的麥克風比較乾淨 聲音比較乾淨啦 對對對 好 那我們現在其實是在找 彩虹神廟這附近有一個人 跟我跳一樣的地方 只是他跳的位置大概是在這附近喔 所以我現在找一下他的位置 好像沒有看到 不知道不知道他跑去哪了 我記得沒撿多少東西我就跑過來 看一下喔 因為我覺得我先把他清除掉 先把他打掉會比較安全一點 嗯? 欸?有腳不深 正樓下吧 看到看到看到 看可不可以打 打到一槍還是兩槍吧 他應該在正樓下 我趁機拿點東西 欸?沒拿到止痛藥 欸?他是上來 欸?我看到他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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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打到 太炮 可惜 現在打個止痛藥喔 他好像要過來了 他沒發現我 他沒有發現我 他沒有發現我耶 因為我沒有移動啊 可能他也沒有打算再往下拉 看一下我的位置吧 我們可以繞回去了 你看到他的人耶 他人該不會躲到 我看到了 在這邊 有了 哎哇哇哇又卡牆了 其實我到現在玩了 相互派對幾個月了 我還是很不習慣這個卡牆的設定 就是你只要卡到牆 他就不能射擊 應該說這裡來講 你在 牆壁後面不能射擊 這個設定我可以理解 但是照理來講 你拉出去牆壁 不應該把它斷點 就比如說我是在牆壁後面 被牆壁擋住 沒辦法射擊的狀態下 哎呦哎呦哎 沒有射擊的情況下 按攻擊鍵嘛 那我會習慣性的 按住攻擊鍵 一次從牆壁後面拉出來 可是因為他已經 判定我是在牆壁後面開槍了 所以就算我拉出牆壁 他也不讓我開槍 我覺得這設定其實不是 很好啦 因為 其他的刺激類型遊戲好像 我沒有見過這樣的設定 我有見過牆壁後面不能開槍 好像是PG電腦版 是不行 我記得是不行 但是我記得他拉出去的牆壁好像是可以的 對所以 而且不對啊 而且他是電腦版 電腦版這樣設定我可以理解 啊手機版PGN我只有玩一陣子 不到一個月吧 幾個禮拜而已 所以我有點忘記了 對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拿神秘道具 有兩個神秘道具 深層的位置有一段距離 我們來看一下會是什麼神秘道具 這邊看到一隻AI 好就把他撞死 我們這場殺了兩個AI一個真人目前 那 對那個 我不知道現在跑戰有沒有這個問題 好像還是有 按了那個飄到空中之後 好像特定的狀態下就會沒有聲音 這邊好像凶凶龍王 另外一個是 飛碟 飛碟也搶不到 那就算了 我們這場沒有神秘道具 沒關係啦 好 那我這邊在聖城收了點物資 然後開了另外一台車 因為我覺得跑車速度太快 就是他比較難控啦 如果在最後一圈要開車的話 這應該是AI吧 對啊AI 好的 我們現在殺了三個AI 那事實上沒什麼東西 其實我覺得AI這個設定嘛 欸對其實我以前玩遊戲的時候 其實從來 沒有想過手機的吃雞遊戲會有AI 因為我以前是玩PG電腦版 很久以前啦 就是手機 手機吃雞類型遊戲還沒有出那麼多的時候 連什麼PG手機版都沒出的時候 玩電腦版的 然後 因為電腦版他沒有AI 那時候沒有啦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 因為現在我們在玩 那時候沒有AI 這邊這一隻我不知道是AI 真的 應該是AI吧 可是感覺他的走位有點像撐人 不知道 AI吧AI吧 我猜AI啦 然後前面這個是 開公車的不理他 我們就先走 因為這個 呃 手機版 欸我剛剛講什麼 喔對 因為電腦版他是沒有人 這邊有一個AI 電腦版他是沒有AI的 所以手機我第一次玩吃雞類型遊戲 有AI 我覺得很訝異 我會覺得欸這不是很 很奇怪很無聊嗎 這樣 對不過想說後來玩久了就習慣了 然後這個飛碟應該是觀眾啦 其實我滿討厭觀眾搞這種針對的小手段 喔為什麼我先講一下 可能你們會覺得說欸吃雞遊戲 本來就是這樣子殺來殺血 沒有錯啊 呃 可是 你們可能不懂什麼叫吃雞遊戲 你們不能把吃雞遊戲當槍戰遊戲去玩 槍戰遊戲就是可能我們玩的地圖是對稱的 比如說像大家玩過相當派對的競技派對嘛 或者是什麼團隊機鬥 他地圖是固定的 所以你知道人在哪裡 你會知道人的重生點從哪裡出來 然後從哪裡大概會歸哪裡 這很正常 可是吃雞遊戲經典派對是吃雞模式 吃雞模式好玩的點就是在於 第一你不知道你落地最先撿到什麼槍 第二你不知道你的敵人在哪裡 你的敵人可能歸起來躲起來 好很重點啊我們要講到 第二你不知道你的敵人歸在哪裡 你不知道你的敵人在哪裡 除非你用聽聲變位的或者是 呃可能看到這個腳步聲的灰色點啊之類的 我這邊在打這個觀眾啊 對可是有一些觀眾他喜歡搞針對 就譬如說偷看我直播的畫面 或者是利用觀戰去看我的位置 然後再呼朋好友 就是呼朋引伴啊就是告訴 譬如說我是尼亞斯嘛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叫亞尼斯好了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亞尼斯說 欸尼亞斯現在在可能 呃彩虹島的蜂蜜谷 然後可能我剛好跟尼亞斯同一場 我就會跑去有沒有 聽我朋友講的 喔尼亞斯在蜂蜜谷我就跑過去殺他這樣 可是尼亞斯可能歸在一個角落 正常來講你不知道他的位置 可是你透過這種類似作弊 開透視外掛的方式去擊殺尼亞斯 這個東西就不公平了 那再加上還有神秘道具的部分 我最近有遇到一場就是 比如說我拿了飛碟 然後我拿飛碟之後呢 人家看到名字 是我 我拿飛碟 然後人家就衝衝衝衝跑過來 就是只要一看到飛碟位置 馬上衝過來 然後就一直追在後面 不離開你知道嗎 就像這個飛碟一樣 他就是死的要針對我你知道嗎 我很討厭這種狀態 因為這個狀態 他本來就不是一個公正公平的比賽 可能大家會覺得吃雞遊戲 本來就沒有公正公平可以偷襲什麼之類 可是畢竟那是偷襲那不一樣 你偷襲的敵人你不知道他是誰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嗯 算官方的一個設定的漏洞 可以讓玩家觀眾鑽漏洞 你看像這個 這個觀眾他就硬要針對我有沒有 你看他飛碟就是一直繞 我就沒辦法收物資 你看正常來講 正常來講你一個 玩家你應該不會看到 就是那麼難慘 因為我就講一點 他在這邊跟我慘了很久啊 然後這邊跳下來 OK 把他擊殺了 你看不是我打不過 是因為你們用這種 呃奇怪的手段 那當然打不過啊對不對 就是譬如說有點像作弊的手段 我問各位觀眾嘛 就是如果真的外掛 然後打得還不錯 你就算打得很強 那外掛萬一更強 就是他本身打得不錯 可是他又開外掛不就更強 那不就不公平嗎 對不對 我知道大家應該知道 應該說大家也討厭外掛嘛 那大家就知道 被開外掛的感覺是如何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用這種針對或者是作弊的手段 去看人家畫面位置 也是跟外掛其實沒有兩樣 說實在是沒有兩樣 對真的沒有兩樣 只在於你有沒有開外掛而已 可是開外掛也是可以知道人家的位置 開透視 有沒有透視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他可以透過山透過那個 呃房子透透視到房子裡面 看到房子裡面有沒有人 他不用聽腳步聲不用看 他就是直接全部房子都透明 那叫透視 那其實你看直播畫面位置 或看那個什麼 剪神秘道具名字 然後就來針對 其實就是因為 你看名字你就知道我在哪裡 神秘道具在哪裡 那也是跟開外掛透視是沒有兩樣 所以我希望各位觀眾玩呢 其實我覺得 我說實在我也不覺得我強 可是 呃有時候明明打得過的 可是 觀眾卻用這種手段去打贏我 我會覺得 你 你明明正常手段可以打贏我 你為什麼要用這種手段 我不能接受 其實這種東西我不能接受 我可以接受觀眾把我殺死 因為反正我沒有很強 我不在意觀眾殺不殺死 重點喔 因為很多觀眾會以為說 欸 他把我殺死我就生氣說 叫他不要跟長傳 不是這樣子 是我覺得你要殺死我沒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 本來就有輸有贏 有些人就比我強 那沒什麼好說的 但是你不要用一種 作弊外掛的手段 因為你 沒有那麼弱啊 你知道很多觀眾都會講嘛 很爛的人才會開外掛 我相信大家也認同吧 對不對 爛的人才會開外掛 你打得好 你為什麼要開外掛 那一樣嘛 那你打得好的人 你就會正常的去打 正常的偷襲啊 正常的去打 你不會搞一些針對 除非你真的要承認 你打得比我爛 對不對 這也不是在嗆下 我是覺得說 我遇到的觀眾明明都很強 為什麼要用這個手段 有些人啊 少數害群之馬 對 所以說希望各位觀眾喔 不要像剛剛這個觀眾 4C一樣喔 就是搞這個招式啊 對對對 好不好 我們就正常打 你不用那個 一看到就一直猛針對 你平常對你的敵人是怎麼樣打 你就對我 跟對平常敵人一樣 不要感覺我是實況主 給我特別的優待什麼的 然後讓我殺 或者是特別的優待 故意來針對我這樣 我覺得就正常打 你平常怎麼打就怎麼打 對不對 像剛剛這個飛碟的敵人啊 我相信這個4C啊 如果他不來針對我的話 他也不會被我打死 他可能搞不好 歸到最後一圈他就贏了 他搞不好最後一圈 正面跟我鋼槍 搞不好他會打贏我 可是他就硬要來打 硬要來針對 結果他就被打死了 對不對 我相信他是打得不錯 因為剛剛他那個走位還不錯 我覺得 所以說觀眾就不要搞這種小手段 我覺得 沒什麼意義 反而會覺得 打得不是很強 對 不是說打得不是很強 就是會覺得你有那麼爛嗎 為什麼用這個手段 去用系統的漏洞去看到別人的位置 對然後再去殺人這樣子 對對對 就可能 你看到我剪神秘道具 或者是你看到我穿這個服裝 你就 你知道是我 或者是我開車剛好撞到人 你剛好看到有一輛車從旁邊撞死人 你就開始針對我 因為我是實況主 對不對 我只想 我只希望 玩一個比較正常的 你知道 就跟一般玩家一樣的權力而已 大家可能會覺得 欸我為什麼不讓人家殺 不是這樣 就純粹希望說 我跟一般玩家一樣 這樣子而已 大家各位觀眾會覺得這樣很 很奢侈嗎 應該不會吧 你們一般玩家在互打的時候 不會搞一些什麼特別針對 欸我知道他是誰 什麼不會嘛 對不對 可能有些人會說實況主 實況主 就 欸 旁邊有一個 我先打 OK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欸實況主 本來就會被針對 不然就不要當實況主 不是這樣子吧 就是 當實況主 是我努力拍影片 然後 努力剪影片 努力做影片封面 然後努力包裝我的影片 努力而來的 並不是因為我什麼 呃 讓觀眾欺負 而來的 你懂我意思嗎 對對對 它兩個不一樣啊 對 發現很多觀眾 外行人會搞 搞混說 欸當實況主要什麼 不能抱怨 不能講任何話啊 只能開開猩猩啊 開開猩猩表演 好 不然就 欸 這個緊張 擊殺 不然就 不適合當實況主 我 我跟你講 NO 錯了 你如果不會剪片 不會拍片 你不抱怨 你也不適合當實況主啊 對不對 你不會拍片不會剪片 你要怎麼當實況主 那個才是基本 那至於抗壓性 那是個性問題 那並不是什麼 我 我就做一個 雖然說我算過氣 但是 我也曾經 有點小流量 我就作為一個過來人 我跟大家講 你那個什麼 什麼 你不要聽人家外行人說什麼 呃 抗壓性啊 或者是什麼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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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才能配當實況主 不是這樣的 對 完全不是這樣 對 就這樣 我有看過 抗壓性更低更差的實況主 也是很紅啊 對不對 然後又抗壓性高的也很紅啊 這真的是個性問題啦 看你怎麼處理而已 最主要是你不要放棄當實況主 這邊 死殺 死殺 吃雞 然後剛剛那個 那個玩家好像 瞬移耶 我感覺 他好像瞬移 我沒有辦法髒話 我是說感覺 不是 他有時候會誤會我辦法髒話 對 總之就這樣啦 就是當實況主就是看你個性怎麼樣 你最主要是你不要在意 就是在意到影響你拍片 其實我覺得都OK 就是你你心情不好也很正常嘛 因為一般人本來就 遇到一些事情會心情不好 只是重點是你不能放棄 我覺得很多人 會很習慣 欸實況主一講什麼話 或一 一點點不開心 稍微講一下 然後觀眾就覺得是玻璃心 可是我覺得玻璃心 正確的用詞就是說 玻璃心就是 人家講你一下你就放棄 你就不拍了這樣 這才是玻璃心吧 大家都搞混玻璃心了 給我 重新回去網路 看一下玻璃心的那個 字典的解釋啦 好不好 好啦我們自己影片到這裡 就是我們下集影片再見囉 聊了一下 掰掰 吧 來吧 去吧 遇出門